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志华这次的确是失职 受到处分也是应该的 不全怪的 我也有责任 是我给他派的看护任务 另外 他也确实没有离开看护位置 只是事发突然 措手不及 还有 他现在是经贞的 是我们 把他调过来协助破案 总不能让人家替我们刑侦受过吧 要处分处分我 你看看 当初我就提醒你 林志华已经是经贞的人了 你非给他用在刑侦来干刑侦的事 合适吗 到底出事了吧 其实我现在想着也不光是这个 顾队 总教 这案子虽然破了 但是张文的死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愿意接受处罚 顾队 您当时让我寸步不离 我真的连半步都没有离开过 我眼睛就离开那么一小会儿 结果就出事了 你现在能给我讲一下 当时你是怎么着也没照顾到就出事了吗 我第一时间不是汇报了吗 我让你再讲一下 还能不能回忆起来 还有什么细节漏掉呢 汤 汤 你鞋呢 什么鞋 鞋呢 什么鞋 汤 全决你的鞋给我 汤 护士 护士 他这是毒瘾发作的 我们去叫汤医生 快快快 那点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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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 给他推针镇定器 林警官 你出来一下 林警官 镇定器呢 只能暂时缓解他这种极端躁动的情况 我们查出 他患有严重的心血管病 而且呢 他又服用了大量的毒品 如果不尽快进行治疗的话 我担心他的生命会有危险 有这么严重 非常的严重 这件事呢 你赶快和顾打队长商量一下 我会立即通知他的 小王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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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你知道 是谁把张伟那双血 拿进看护室的 是那个护室 是护室自己拿的 还是谁让他拿的 还有 张伟这双鞋是谁 把它拿出去的 这我还真不知道 你把这事 显帮让我了解清楚了 后来跟我归报 好 你是觉得 这个案子还没完呢 我是觉得 张伟的死 万一又没那么简单呢 哎 老顾 怎么下班回家改溜达了 我 不是 早走 对了 我正有事要找你 林俊华的事是吧 这事怪我 毕竟我们这案子 也没成立专案子 我私自就把它调过来协助 也没跟你打招我 责任在我 真的 这事我早就知道了 我还没来得及 跟这小肚仔子算账呢 他的哥捅这么大娄子 你别找他算账了 和胡有什么事你找我算账 明白 我说你在这儿溜达 就为这点事啊 也不是 我在想那个案子 案子不是结了吗 挺漂亮的 漂亮什么呀 我在想 这案子可能还有点问题 这张文 突然就死在医院了 我总觉得有点奇迹 你是说跟医院有关系啊 所以我想再查查 好 那你接着想吧 我走了 好 走 回家 什么 汤医生的儿子也死于西渡 汤医生是个单亲家庭 几年前他也人一出国 就跟他离婚了 他一个人扶养孩子很不容易 谁没想到 他这儿子刚刚十七岁就没了 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这人哪 几乎就崩溃掉了 按照你刚才所说的 我想问一下 那汤医生知不知道 是张文卖毒品给他儿子的 他儿子从 张文的手里买毒品 汤医生是知道的 汤医生还去丁丁找过张文 可张文就是不承认 对 就这样啊 这汤医生还是尽心尽力 主动地要求 为张文承认 我认为啊 他已经尽到了这个 医生的职责 他知道张文 卖毒品给他儿子 然后还主动要求 来治疗张文 这不奇怪吗 这有什么奇怪的 就此负伤是医生的天职 那我找汤医生聊聊 他在吗 对不起 他给我请假 你是觉得汤医生有问题 不是觉得他有问题 我是觉得他有重大嫌疑 汤医生的儿子死于吸毒 我也是刚刚了解到的 另外 汤医生儿子的毒品 就是张文卖给他儿子 那就是说这个汤医生 有足够的作案动机 可是证据呢 证据在哪儿啊 查清楚啊 怎么样 那双鞋就是张文的主治医生 汤俊峰拿走的 也是汤医生让护士把鞋送进去的 那这么说这个汤医生 有时间在张文的鞋里做手脚 没错 也许就是他 往张文鞋里面放了更多的毒品 可是现在我们只是在分析 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啊 有了这个线索证据可以找啊 不用找了 这个是张文西式毒品用的 大家都知道了 我去了一趟他的办公室 这是在他日记本里找到的 经过整体分离痕迹技术鉴定 是一张纸 足以证明 这个汤俊峰有重大嫌疑 不是重大嫌疑 是就是他 汤俊峰作为医生很清楚 张文患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同时我相信 因为他儿子的问题 他对毒品一定会有深度研究 再加上老胡找来的证据 够了 抓他 汤医生 您看到这个应该就清楚了吧 我来之前就已经很清楚了 那是我的日记本 你看了以后会更清楚 林警官 帮我打杯水 好 他醒了 提醒他把药吃了 好 我儿子怎么死的 我就让他怎么死 儿子 你安息吧 妈替你报仇了 他医生病人读印发作了 赶紧看看 好 把病人的鞋拿着 来 看着这个确实已经很清楚了 汤医生 我们都有孩子 你儿子的死 确实让人痛心 可我觉得 其实张文也不大 他才三十岁 他也是别人的孩子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么做 其实他父母也很痛心 他是凶手 他应该为我儿子偿命 可你是医生 治病救人是你的天使 可以理解 但我觉得挺不值得 你让仇恨给毁了 你今年四十三岁 正是一个医生的黄金年人 你本来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可是现在因为仇恨 你成了害人仇 说心里话 汤医生 我觉得 我挺替您惋惜的 管他那时候 把这照片留下吧 老吴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 老吴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帮忙 这案子肯定不会这么容易就破了 不可能 要是没有我 你正好能把这案子办了 那倒也是 我相信没你也能办 但绝对不会这么顺利 你反应相当迅速 行动相当迅速 第一时间找到最有力证据 况且现在他 他不是你分内的事 所以我必须得谢谢你啊 你真不用谢我 我提醒你啊 这林志华不管怎么说 还是我的人吧 这小兔崽子捅了那么大娄子 还不得我替他擦屁股 这样 那看来我想错了 那你是怎么想的 我以为你身在精真 心系行真呢 听说我们案件出现胶着状态 于是心机如焚 心机活了 同时又热血沸腾 奋不顾身去找线口去了 说真的啊 往后你那儿还有什么需要 尽管张口 我在精真这边方便 看出来了 你这日子过得挺滋润的 是比当刑警那会儿好多了 当年在刑警队啊 真是穷怕了 买包烟都得自己花钱 还不能抽太贵的 是 但是老胡 穷是穷 过得踏实 睡得安稳 对不对 老顾 这点你可放心 我就是吃点喝点抽点好烟 手伸太长的事我绝不干 行 你放心啊老胡 以后我不到万不得已 你绝对不会张嘴跟你要真要那 你的东西也不是天上天下来的 支持你们办案 那我还不应该大方点啊 毕竟刑警队还是我的老家嘛 车你要不要 车 刚扣了几辆走私车 嘎醒的 你开一辆走啊 不行 真不能要 老胡 我 善意地提醒了 我觉得你也别私自扣 按规定 商贸处理 怎么变得这么胆小了呢 你当时跟我抢那批 走私燕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样了吧 又提这事 当时不逼急眼了嘛 我这人一般不逼急了 我绝对不会下狠手的 我逼急眼了就狗急跳墙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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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代表市局党委宣布 顾明同志 任崇川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 钟燕敏同志 任崇川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 坐下说 我站着说吴局 各位领导同志们 几年前吴局委以重任 我就职发言没有准备 说了八个字 命案必破 不破不休 今天就职发言 我做了准备 但还是那八个字 命案必破 不破不休 在这八个字的基础上 我想再加四个字 那就是现场必刊 好 那个 第二啊 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 向局领导提一要求 什么要求 说 吴局 我想要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啊 DNA 不是 你这个要求 咱是不是会下再说 吴局 今天您让我发言 我是有准备的 但我所有的准备 没别的就是为这个 那你现在一猛一下提出来 你说让我上哪儿给您弄这洋玩意儿 去买一下 吴局 现在破案越来越靠基础了 科技强景是正道 DNA 每个人都有DNA 每个人DNA都不同 这被称之为遗传指纹 在国外 这种检验技术 早已经作为法庭证据使用了 在国内我们刚引进不久 刚才我提到了 现场必刊 可是现在我们现场拿回来的东西 没有这个DNA 我们解决不了 吴局 现在有长远仰光的公安部门 都在着手填制这种设备 咱们局也不能落后啊 DNA破案 肯定是发展趋势 但是这个洋设备得花多少钱啊 多少钱不知道 但肯定不是小数目 那今天呢在这儿呢 那我表个态 我们宁肯三年不添置任何新设备 我也想要这DNA 我本人宁肯十年不换车 我也想要这DNA 好 以这个要求啊 有合理性 我答应你 谢谢 谢谢领导 先 先 先别鼓掌 吴局 我还有一小要求 不是 你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最后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我们驱行警队那几个骨干 我能不能带过来 小林啊 小林啊 祈祷 去吧 俊俊 再睡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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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睡 听话 听话 再睡一会儿 生一伙我来干 你干什么呀 没什么可干的了 就差搬家居的 我来搬 你接着 接着 接着说 你去哪儿搬啊 家居还没送来呢 学灵 对不起 本来说好的 抽两天公骨 跟你一块收入家 结果 你说好的事 怎么多啊 我这两天公骨 我得空了把那大东海 到包岸给破了 真的 真的 太好了 真快呀 很顺利 就省着我有点麻烦 内校两天两夜没聊 后来他怎么聊呢你知道吗 行了 你别跟我说这个了 我又没省你的气 老用这一招来转移注意力 主要是我想把我的工作成果 跟你分享一下 还是分享分享 我的工作成果吧 我的工作成果吧 怎么样 满意吗 太满意了 喜欢吗 喜欢 坐上去试试 你坐 真是太可惜了 这张摇椅买小了 没法咱们两个一起坐上去 没法咱们两个一起坐上去 谁说的 谁说没法两个人一起坐上去 来 坐 来 那我靠 那我靠 是不是可以一起摇嘛 刚才 刚才我做了个梦 什么梦 因为咱们两个都变老了 你呢 我靠着 就在这儿 喝着茶 看着书 咱们的外孙女 对 外孙女 说 老爷 老爷 我饿了 你给我做好吃的 我说你去去 别吵 别吵 让老爷看书 我能给你做好吃的 对 我 我也要这样 就是 肯定会有这一题 肯定会有的 来 我给你唱一首歌 好 我能想到 你 好 我知道了 你马上派人过去 去吧 好 固执 钟志伟 你们来得好快啊 员局 怎么样了 来 跟我来 这家主人电话报的警 解报后我们分局行李大队 同志就赶过来了 初步勘察 死者叫叶一文 是天平座KTV的服务员 长期在这里租房住 死亡时间应该不短 尸体已经腐烂了 赤身裸体还蒙着被子 骨头都露出来了 是天平座KTV的服务员 固执 固执 来了 嗯 是为了死亡时间已经俗长了 腐烂度很高 顾叶也现场取声很难 一定要细致一点 尽可能多地拿到很紧张 更多 你们不用紧张 我们人都已经来了 你们就把当时的情况说一说 那是早上的事了 我发现院子里有个怪味 找了半天才发现 你们多久没见他们 至少有十天半个月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反正就是好久没见他面了 还以为他跑着呢 经常有男人来找他吗 不经常有 当时他租这房子的时候 我老婆跟他谈好的 就是不能带不相干的人来家里 尤其不能带男人 如果月里他带人回来 你们能察觉到吗 他一般 他一般都是白天在家睡觉 晚上出去上班 有的时候 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 要是他往家带人的话 我们也不一定听得到 那你们见过他在陌生人回来吗 见过那么一两回 他都是白天带来 说是家里的老乡 人家带人来 我们也不变中文 人又不差咱房租 带个人来也很正常 他出事应该是十天半个月之前 那一阵 你们两口子听听听到楼下 有什么响动 比如说打架呀 喊叫的声音什么的 我睡觉不想死 打雷都听不见 有什么新发现吗 现场遗留的指纹脚印和物品 找不着第二个人 都是属于死者本人的 第二个人 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找到 那就是说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有外人进来过 我觉得疾病猝死的可能 越来越大 死者叶一文 女 二十七岁 启南县人 离异 有一四岁的孩子 孩子归对方 她工作的地方 在远大路天平座KTV 那儿距案发现场 有四公里远 她大约是在 案发十六天前深夜出事的 也就是五月十四日左右 因为五月十五日起 再也没有人见到她 目前死因不明 尸体已经高度腐烂 现场和尸体 原本遗留的痕迹 物证都被自然破坏了 既有人员已经勘察了三天 仍然没有在现场 发现可以利用的破案资源 我们通过对尸体的血液 和胃内容的化验 发现死者生前 没有中毒的迹象 也就是说 自杀和被人投毒杀害的可能性 已经被排除 顾铭 说说您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目前分析 叶一文的死亡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被暴力杀害 但是现场 又没有找到凶器 因为尸体高度腐烂 所以也无法勘察到刀伤 或者硬物伤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突发疾病 处死 那你认为哪种可能性大呢 第一种可能性 被人杀死 为什么 因为通过我对现场的一些勘察 有一些可疑的地方 比方说 死者 死亡时候的状态 一只脚光着 一只脚穿着去 那要是施主夜间回来 突发疾病死亡 这种可能性也可能出现 假如是这种可能性 那么我想问 他死之后 谁给他盖的被子呢 虽然在尸体上无法找到 刀伤或硬物伤 但是被绳子勒死 被被子无死的可能性 还是有的 那你说说 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做案 如果按这个方向调查 首先要确定伤人动机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而且死亡的时候赤神裸体 奸杀的可能性最大 当然也不排除 被入室抢进财务之后杀害的 死者生前在歌厅座台 接触的人比较多 社会关系比较复杂 这给我们的侦破 也会带来很大困难 所以我想犯罪嫌疑人 要在两种人中间筛选 哪两种人 一种是死者生前关系密切的熟人 可能因为矛盾激化 有预谋的杀人 还有一种 附近的无业游面 偶然路过 建材或建设临时起义 尾随跟踪入室杀人 是 吴俊 顾队 有重要线索 是吧 去死者家乡调查的人回来了 据死者的父母和前夫提供说 死者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并且有过多次去医院就诊的记录 这么说他深夜突发心脏病 死亡的可能性也很大呀 顾铭啊 嗯 那就请法医那边尽快地确定死因 你 方龙 方龙 到位了没有 到位了 进 车呢 你不是说先生的情报可靠吗 不许可 你们都想说 你息一会儿 有没有 有吗 是 你 你有吗 有吗 有吗 有没有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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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要是找不回来 你们俩就把辞职报告交给我 连同我那一块儿交给吴局 咱都别干了 不对 每条路上都设了卡 想要通过 除非是插着翅膀飞过去的呀 我倒希望他飞过去啊 这不是十五瓶酒 十五条烟啊 是十五辆车 排在一块儿好几十米长呢 该查的已经都查过了 也许是走漏了消息 我不管是不是走漏消息 总之那么多东西在那儿 它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就消失了 你再去获查 挨个仓库给我查 一个都不能落下 刚查了一遍 那就再查一遍 是 你也去 老胡 快坐 谁都回来的啊 没有啊 这晚上清晕 能注意力集中想想事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回家 我在院里瞎溜达 看你这儿还亮着吗 瞎溜达什么呀 丑屋呗 什么案子 有什么案子 有一个叫孔庆财的人 走私汽车 一次盗案十五辆大奔 吴军县月底查实 都是大奔 十五辆德国原装 那你又发大财了 别提了 我们根据线人的情报 包围了一个车厂 冲进去一看 空的 找错地方了 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看 那个车厂确实停过十五辆新车 可能是消息走漏了 等我们冲进去的时候 就什么都没有了 车是带骨骼的 想挪地方还不容易吗 会不会开出城呢 不会 根据客路口布控的情况看 他们应该没时间 别说我了 说说你这个吧 我也换换脑子 我这个 一个在酒吧的座台女 在自己租的房间里面 死了 由于死亡时间过长 尸体高度腐烂 现在所有的证据 指向它是心脏病突发 可是 可是你不信 我不信 可目前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证明是他杀 你那个车 你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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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样玩了 霍 我突然有想玩 我们俩作为交易吧 对 你是看上我那十五量大奔了吧 我听吴局说你要搞什么DNA 你是不是又缺钱了 你怎么这样的 那点事总是提 不是说了吗 绝不会有下一次 我这想啊 我们俩这案子啊 都到了瓶颈了 能不能换换脑子 掉个儿似乎 你帮我找找我这案子的疑点 我帮你想想那大奔驰车 是怎么不鱼而飞的 换换脑子 心只能找着突破口啊 反正现在我这案子的重点是什么呢 虽然是怀疑他上 但是在现场 找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你明白吗 你明白解冰了吗 你明白吗 有了吗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优优独播剧場 齐大姐吗 你现在在哪呢 你就在办公室等我 我现在来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